是一個機關槍的位置 它其實是一個霧燈 那它霧燈有一個小功能 就是它可以閃爍 然後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尾 歡迎收看小尾日志 那我現在人位於台北 MV Agusta經銷店的中校車業 大家看標題就知道 我今天不是為了 MV Agusta的車來的 雖然MV也很香 那大家是不是都有看過七龍珠呢 七龍珠的作者鳥三明 在七龍珠裡面 偶而都會畫一些 非常未來感的一些機車 或者是機械 其實就是因為七龍珠的作者 鳥三明先生 他的爸爸 參加過這個摩托車的一些賽事 所以他對這種摩托車 或者是機械 其實都是非常有興趣的 就是因為這樣子 在七龍珠這部漫畫裡面 就有出現非常多 非常帥氣充滿未來感的機車 那今天沒有錯 大家已經猜到了吧 我們今天就是來開箱 來看一台非常帥氣的 就是我們七龍珠布馬 所騎的這個 19號膠囊機車 我剛剛已經進去看了一下 真的是超帥 然後還有一些細節 我覺得都是忠實 還原的這個漫畫裡面 布馬騎的那個膠囊汽車 各位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先進去 看一下這台車真實的樣貌吧 GO 兩個人有一個偏僻的 很少帥氣的 其他人有一個偏僻的 也是有一個偏僻的 來源 是有一個偏僻的 可是我沒有人有一個偏僻的 我們可以吃的 我們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 一台車真實的 我們可以吃的 我們可以吃的 玩樂 我們沒有錯 那在我旁邊就是七永珠漫畫裡面 布馬所騎乘的膠囊19號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環圓步是非常非常的高 不管是機車的19號還是這個膠囊公司的 Hepsel Core 都完整的呈現在這個上面 還有一個非常帥氣的功能就是 原本在漫畫裡面前面是一個機關槍的位置 它其實是一個霧燈 那它霧燈有一個小功能就是它可以閃爍 然後實際用了一下之後 那個閃爍的看起來好像就在發射機關槍一樣 真的是非常的帥氣 那這台非常帥氣的機車 其實是從Monkey125所改造成 那它的名字為Monkey Racer Replica 那是由日本的改裝團隊Ganesha Customs所改裝的 那它的這個還原度真的是非常的高 有夠帥氣的 那剛剛有提到這台機車是從氣溶柱裡面 然後還原的嘛 那其實這個氣溶柱的作者鳥三明先生 當初應該也是參考這個1950年代 Moto Guzzi V8 Moto的那台機車設計出來的 那那台機車其實它不單只是外型帥氣而已 它在當時創造的這個 時速有286公里的速度 然後就在那時候成名的 是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台機車 這台Monkey Racer Replica呢 在它Ganesha的網站上 其實是有販賣的 而且它還可以送到各國去 在上面的販售金額為160多萬日幣 那折合台幣是37萬台幣 這一次呢我們中校車業引進過來 其實是要直接以它這個外型 然後去給它做驗車領牌的動作 到時候呢這個金額應該還是會再提升不少 那大家也可以關注這個中校車業到時候的消息這樣子 那另外呢中校車業的老闆 然後還特別在日本買了不馬索期的 這個19號駕駕汽車的這個模型 真的是一模一樣啊 真的是非常的帥 其實不管是這個 剛剛講的嘛 19號的這個樣式 還是膠囊汽車CastroCode的這個圖案 雖然它比照片看起來實際上好像小了一點點 但其實整體還是非常的帥氣 那真的是很期待到時候它真的在路上騎乘的樣子 好的各位 有件突發即時新聞插播 其實就在這部影片拍完後的沒幾天啊 我們超級會驗車的元氣轉速國際有限公司呢 非常效率的就公布了這台Buruma 19正式開放預購的消息喔 太令人興奮了吧 在元氣提供的資訊裡面可以知道 到時候行走上的廠牌會寫上Dark Warrior Dark Warrior其實就是元氣轉速 當初在美國自創的摩托車品牌 車型名稱會是Buruma19 就不是當初日本改裝廠Ganesha Plus 所寫的Monkey Racer Replica 那大家眾所期待的售價就是 等於說大概比領牌前的空車價 再多個30萬左右 但因為就直接以這樣子漫畫裡的外表去驗車喔 而且還驗過了 可以直接就這樣子的外觀上路 所以對於那些奇隆珠迷的朋友們 這個價錢應該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吧 最後呢畢竟這是一台純手工製造改裝的車子 所以訂車交車是需要花點時間的 元氣方面表示製作既產能4台 只接單20台而已喔 預計將會在明年的第二季末交付完畢 並經為10萬元新台幣 代表說有興趣的 喜歡這台屌車的七龍珠迷朋友們 就趕快洽中校車夜把握機會吧 那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可以來中校車夜 拍這台在七龍珠裡面出現的 驕傭19號機車喔 真的是非常的帥氣 很難想像哇 漫畫裡面的車竟然真實的 呈現在這個眼前喔 真的非常的酷 好那也希望大家喜歡這集的內容 不知道如果有一些七龍珠的迷 看到這台車是不是非常的興奮呢 如果大家喜歡或者是有什麼感想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是小尾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喔 掰掰 лег恢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